我们首先试一下 一般很顺滑 口皮真的不行 我已经加了少少力才可以拉到它 这个挖真的很厉害 差很远 大家可以看到 一碰下去 轻轻力就已经 哇 是不是 可能真的不出味 贵一点 差很远 大家好 有到容易煮时间了 今集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我不知道 导演是很好奇的 很喜欢买一些小工具给我玩 今次他就说想 试一下刨 哪些会比较好用 还有有什么分别呢 价钱之下的比较 贵一点是不是真的好刨一点 便宜一点是不是真的没那么好呢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首先由最简单的皮来试 我们就首先试一下刨萝卜 这个就是 这些萝卜有甘筍 我们试一下甘筍 但这些可能是台湾或是中国的萝卜 是会比较硬一点的 这些皮就比较最薄 我们先试下这个 我们首先要试这一只 三十元的 三十元的这款 这个看起来是挺英俊的 至于尝不尝尝才知道 而且它始终是胶 我觉得它是胶 它是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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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般 我觉得它是胶 它是胶 如果一般 我们先试一下 一般很顺滑 看到吗 它是胶 它是胶 最薄的皮 好像很顺滑 这一般可以的 薄皮 口皮 不知道 那又到这个品牌 其实这个品牌 握下去就比较重手一点的 因为这个就比较轻身 但是它还挺好 我觉得它挺好 这个手感就比较软软 就不够刚才那个方形 可以握得更确 这个就 握的方面 我觉得就不太舒服 要握得比起那个会好一点的 那我们试下这个 这个 大家看到 很硬硬的 不是很顺滑的 对不对 起码因为第一下落刀 它已经卡住 对不对 大家看到 它我觉得它不是那么锋利 你看它卡住 比较没那么顺滑 如果把刀一拉就很顺滑 而且这个很重 这个薄皮的效果一般 好了 到这个 日本货 那这些 通常我觉得一般家庭 用法 其实我们这些比较工业用多一点的 因为是 有很多种的 握法 就可以这样握来拍 至于它一定是比 比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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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比较 比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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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手感 可能压艺 這個畫真的很厲害 差很遠 大家可以看到 一觸碰下去 輕輕力就已經 哇 是不是 可能真的不出貴一點 差很遠 但至於為何會設計得這麼有趣呢 其實就有很多種用法 就可以這樣炸 所以大家未必懂得知道這些用法是怎樣用 可能是大過的白蘿蔔 你會很快就可以這樣拿著它 這樣就刨了 這樣就不需要手這樣刨 好像不適合手 這樣適合就這樣 拉著來拍 這些作用就是 通常我們做廚房 都會用這些比較多 快脆的嘛 這樣就刨大了 至於這個 大家看到很鋒利 不同的 輕輕來攪一攪就已經可以了 基本的60個設計和50個是差不多 但至於手位來說 我覺得它是比較寬的 這個位置比較寬的 那變成握的時候 可能男生或大隻手會拿得比較順 如果女生來說就可能硬硬手 那這個就比較平均一點 握下去就會比較舒服一點 我覺得舒服一點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但是買跑的時候會知道 那個手勢的握法 這個就比較寬的 但也是這樣用的 也是這樣握 但就比較大一點 至於理不理呢 60個 不夠一下 60個 50個都刨到沒有 皮做一條 試試看 好 現在我們試完蘿蔔之後 我們要試個比較硬一點 硬一點就是 這些大蘿蔔的皮比較硬 那麼我們現在就回頭了 30個了 30個了 30個是挺好渣 而且夠輕身的 至於它的刀 都OK的 但是你一定要用少少力去刨 但是它也很順滑 至於厚皮也OK 40個了 40個又來 40個 40個真是 厚皮真的不太行 大家看看 我已經放了少少力 才可以拉到它 我需要用少少力 而且不太順滑 看得到40個 至於50個了 50個看得到是否味道是厚皮 至於50個看得到是很順 輕輕力 也不用太多肉 50 60個了 60個又來 是厚皮的東西 60個都可以 但是一定不夠50個順滑 是吧 厚皮 都要用少少力 它都要順滑一點 這個是60 好了 刨魚這個算不算是厚皮呢 其實 都可能 再撕一下 紅菜頭 輕是輕身 不過 輕身有一個好處 它都順滑的 30元都 30元都不錯 不過是要用少少力 刨大30元 有一個不好處 我覺得就很大一個 擺方便 就未必那麼好 是吧 當然了 30元有30元的好處 至於40元 40元我真的不太推介 很小的就是 很實力 你看看 那個很辛苦 至於到50元 50元可能都是 大家都看到的 50元 切下去 是不同的 而且紋 會順滑一點 50元 50元 50元可以輕輕力 很輕易可以披肚皮 至於60元 60元都可以 60元都可以 但要給多一點力 60元要給多一點力 給多一點力 至於50元就限力 好了 黃菜頭又試完了 好了 又做薯仔 其實薯仔皮是最基本的 一個跑得不可以 是否刨薯仔 記住 現在這個用回30元來試一下 30元其實刨薯仔都好像用少少力 大家看一下 這個平面的平面 這個平面順滑一點 所以薯仔是比較用力 所以薯仔的 來到40元再試 40元 真的要很用力 大家看一下 很用力 要拉下去 要有 很用力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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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拉到皮 大家看一下 還有刨出來的平面 可能你們未必看到 這個平面順滑一點 平面有一條條 很狠 因為本身刀可能不夠鋒利 所以就會差一點 至於用到50元 50元 用刨薯仔的平面很滑 還有 刨薯仔要用少少力 其他的薄皮 起碼不用太用力 這個50元 好 再到60元 60元 也要用多 給50元 要用多一點力 還有可能炸的位置 手感有不同 比較難一點 所以 暫時總括來說 一定是50升 你看看 如果這樣炸的話 不太順 至於如果真的 可以刨得順一點 可以用50元 可以這樣拉 你看看 很快可以刨完 這一把 暫時優勝 首先 首先我可以提一提大家的就是 至於兩個 無可否認 價錢是貴一些 但是 我覺得它們的好處在哪裏呢 一來始終它們 好像是用一些 鋼來做的 至於鋼 我覺得清洗上 是會好一些的 至於 膠 不用說 一定不會用得很耐 還有很久 有可能很快就會斷 是不是 還有膠可能要排一些 有色的東西 例如 紅袋頭 它已經變成紅色了 有辦法 你別人會知道 至於這個 大家自己想 一來夠重 就自己想了 其實總括來說 因為是這些比較輕巧 小的方便 可以掛 周圍掛 可以擺 其實是很方便的 本身它的設計是不錯的 我覺得 所以我也是 自己來說 個人來說 都會推介這些 我想 除了這隻 牌子之外 其實我自己 本身都用類似這些 有其他牌子 是類似這樣 大家不妨可以買來試試 因為我覺得 是比較好一點 設計上是好一點 至於刀鋒 大致市面上 有些 好像都是30-50元 類似這樣的款 都是OK的 大家可以試試 好 今天就分享完 這麼多款 大家記住 分享給朋友 還有Like我 Facebook專頁 多謝大家 Bye Bye 我會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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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我會見你 我會見你 你會見你 我會見你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